微故事 《罪居庭下的点心》 作者 说书人 东家斗 《罪居庭》已经有100年历史 富三代他看到这间又残又旧 古典不够古典 经典又不够经典 也不觉得有什么代表性 总之给人感觉一看就知道 它不是一间坏旧的茶楼 它只是一间残旧的茶楼 富三代决定要来个彻底大改革 首先 当然要在环境方面进行大装修 要合适宜 要够现代 要更快捷 快点进来 快点叫东西 快点吃完 快点买单 然后下一个又快点进来 要准备 好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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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 好 竞争的对手 翻身之后 还要搞一个 最居住的点心王选举 各单位 知道了这件事之后 大家都非常担心 饭碗不保 尤其是点心族一群 他们的心情非常紧张 一方面 担心自己在点心族上面的名单 会被删除 以后就不能享受这个 卓上风光 但是另一方面 又为了那个点心王选举而兴奋 漫长的一天 终于等到厌门散席 所有人都走了 点心门 急不及待 走出来 大肆讨论一番 牛肉球 很快就从扶手电梯 滚了下来 加入会议当中 电梯的脚踏板 很多黑脆脆 很骚脆的跡 黏着牛肉球 黏着牛肉球 他觉得很骚脆 马上把身上的那块枝竹 拔出来 扔掉它 打算拿过一块新的 这个时候 鸡翅阻止它 给了一块 试菜 还跟它说 不要浪费我们层皮 开会而已 又不是上碟 牛肉球 始终觉得那块枝竹才最搭它 鸡翅阻止它 其实试菜都不错 试另一菜 还可以天天新款 大家开始高谈阔论 从大堂门口的地毯开始 大厅 桌布 碗碟 以至洗手间 在这番点心眼中 又怎会不知道那间茶楼 每一个角落 有多互现瘴气呀 尤其是 那个最难顶的环境 一走进去 就令人有点想作偶的厨房 鸡翅粉卷说 是啊 烧肉机里面 真是好邋遢 每次在鸡里面 拿出来的时候 总是 粘着一些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都不知道是什么来的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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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翅粉卷 鸡翅卷 鸡翅卷 他很有 新童感受 回应 鸡翅粉卷 鳌爪 他说 在厨房那个阿强 已经很多次 将它跌倒在地上 然后又撕起 放到笼里面 就这样给客人吃 不是 生的鸡脚 是已经熟了 凤爪 有几次 见到陈伯 就这样吞了它 下肚 他真是觉得 有点歇意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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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骨 和棉花鸡 同样 又是很有 神同感受 那色 那样的点心 在那里 其实 这个机会 是不多 不是这件 不得闲 就是那件 有时 来不到 来不到的原因 有很多的 有时 原材料缺货 做不到出来 有时 原材料 突然间好贵 经理说 梳星 不要做 那样点心 总之 就是那些 材料问题 大家在这儿 你一言 我一语 听到 兴高彩烈的时候 螺米计 突然间说 不知道 新的点心子 会怎样 改动呢 听到这儿 大家静了下来 然后 三五成群 分析 讨论 研究 我拍业 看得出 牛仔骨的心情 和自己 差不多 一时 烧面迎人 一时 心情仿佛 烧的时候 都非常牵强 牛仔骨 知道自己 很大机会 在这张点心子 会被脱下名单 牛仔骨 牛仔骨 还哪有人吃啊 他没心机谈这么多事 只是跟糯米鸡说 你 必须担心啊 和烧米鸡 他们没有出声 因为知道自己 在这个名单上被删除的机会 微乎其微 他们的心 只是想着选与选举的事情 究竟 谁可以奪得 最居庭的 点心之王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